大概是这样的啦,多少钱吧? 十几千 你好像不知道我买了这个 我不知道你买了这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Ru 我是Yi 哇,很快就即将来到2024年了 真的吗? 很快 然后我又想到自己又老了 但是2023年呢,都是有非常多美好的事情发生的 对 这里就是Yi迷了很多Hello Kitty东西 我就不会想 为什么不会想 终于又说,有人欢喜,有人仇 他仇的,我不用理他了 不理他了,得咯 这样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Yi在2023年买的一些Hello Kitty东西 我就感觉他有点比较有趣 我觉得有趣啦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想 看看这些Hello Kitty东西是什么 我想让大家回忆一下 之前Yi买的那个Hello Kitty东西的方向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 封信 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时候他就很汉封信 Kid的时候买 欧夜那个时候 所以他一直就买很多Hello Kitty的风扇 然后有非常多就是坏掉了 说一些东西是什么 是嘛,好事实嘛 今年我发现有些改变 不再买风扇 怕你生亚不热了 OK,那我们就来第一件东西了 登登 额童化妆品 不是,是唇油 太大剂了 你怎么开我的东西 我没开过,怎么开我的东西 我又这么多 当然是要拍片补一下 哈哈哈哈 倒不出来的 因为他的胃口都倒不出来 你整个都开了 下面都要开的 那么麻烦 什么麻烦 保护这个 这个是什么 春油 春油 来,不要这样 大家看下去 我跟你们讲 其实已经买了很多Hello Kitty的东西 都是没有什么用 就是摆在那边 怎么可以说呢 一个收藏家 收藏家 你是收藏家吗 因为我看到它就蛮长了 我以为它是Mark Pen之类的东西 我试买这个东西 我怎么知道你买什么 你什么都卖 主要啊 乙姨买很多 到时候没有用 我帮你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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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哈 我觉得乙姨现在买Hello Kitty的方向 有点变了 她不像以前这样 只是买那种玩猪泥 变了 真的180秒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这个是什么 夹眼节目 哈哈 你眼节目暗短怎么夹我 所以咯 这个也算是化妆品的类型 其实乙姨就很少用类似的东西 但是只要她看到Hello Kitty的东西 她就会买 这个是这样的 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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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 好啊 你帮我夹 夹一看 你用不到 你不用夹了 你告诉我 你会想要不要夹 对啊 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反应是不是 可以塗Mascara 才可以夹 才有什么的 好可怕 是脸色的 哈哈 只是中间有一个Hello Kitty的标志 我看就会买 我像这个很肤浅 哈哈哈哈 大家说啊 来看看你是不是很肤浅的 我都没有讲 大家看这个 我都说过它现在的方向 变了 我都不明白 你看些什么 哈哈 不等一下 你有发妆吗 是 你有吗 有趣的 我没拆过 你看一下 哎呦 哎呦 你喜欢这一笔 哎呦 可以擦开了 可以了 哎呦 这个好可怕 这个好可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很漂亮 它很有趣的头 第一公主是有六指 小刀 大样 这个是挺漂亮的 它的Hello Kitty 那些都是 不是千拆千拆的 刺下去的 这个就是 有一万一 对有一万一 我们老实的 很老实 诚实的YouTuber 怎么回事 不要不要抬 我好像穿我的头 我的手 我不走位 有 哈哈哈哈 你不走位吗 吓死我 它就是摸到里面 就写光了 收回收回收回 它外面 还有一些Hello Kitty 还有这里有个蜜 不要买你了 这些没有用的 放在这里 你与其放 不如让我用 哇 这个有点漂亮 漂亮 这个质底 有啊 我们要不要再大一点 哈哈哈哈 那就是一个精子来了 对了 然后有LED 可以开一下 哇 立刻发光了 哈哈 喂 哇 然后它这里是可以 带光出来 哦 可能就可以放在 坐纸上这样 刮转一下 这个OK 它好像是 咱们 你放都可以 哦 咱们有 那个纸我们就被人撕掉了 好好被人收藏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Hello Kitty 哈哈哈哈 哇 就有点 你吃屎啊 Hello Kitty的收藏品 大家也一定要看一下 乙义的手机壳 转转 是不是很厉害 哈哈哈 乙义用的是Rhinoshu Hello Kitty 50周年的款式 还有这个Rhinoshu的Aquastan 也是Hello Kitty 50周年的款式 我们十多年了 哈哈哈哈 我十多年出很多东西了 很多东西买 你看乙乙 真的是全部都是Hello Kitty 是不是很可怕 看得会啊 差不多 哎呦 只是剩下 那个床单 没有换不了 它换过一次了 我真的顶不住 我叫它换走了 我真的不行 真的接受不了 你有想过人家的感受吗 跟我分方法不可以 好啊 大家看一下 所以啊你看 这个package 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上次我也是用在台湾中 那真的是蛮方便 像它是一个水壶 但是啊 你用来当手机支架 都是没有问题 可以自拍 对了 像Rhinoshu的手机 我们是用了蛮多年了 主要它的保护性啊 真的是很好 之前啊 我们还让路人呢 轻身俱摔 还用84年过 除了Hello Kitty 有8款新设计之外 One Piece有6款新设计 我用着的就是其中一款了 Nufi Gear 5是不是很帅 刚好我就是iPhone 14 Pro Max 它就是自制式嘛 我觉得真的很mash 还有跟马来西亚知名艺术家 Kenji Chai合作推出的 Chargo联名系列 你可以选择设计好的图款啊 或者用提供的stacker图款 克制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手机 这样就不怕跟别人撞款水壶了嘛 还有这个Grip O很帅 这款是镜子MagSafe千荣款 是手机支架也是镜子 它很轻薄啊 也很好收纳 采用360度啊 全方位转盘设计 可以直立也可以很方 或者这样呢也是ok 而且它是使用回手材料制成的 大幅降低啊 环境的负担 然后还有挂绳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蛮好用的 像上次去台湾啊 我自己也带去 真的是很方便 随时一落下 你就可以拍IG story给你 我现在讨厌了你 偷拍了很多他们的照片 最后放几张给大家看看啊 然后有新增三款新颜色 然后其中一款就是这个 银灰色 然后还有藕粉色 还有奶蓝色 挂钩也升级了 挂在手机啊更加的容易了 一秒就可以拆装了 现在还有限量的圣诞版 挂神价片 那么Ryno Show的年末感恩回归出销 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在12月21号到31号 结账时输入我的折扣码 就享有15%的折扣 订单满50美金就免晕了 大家可以点说明欄 或者留言区的链接去看看 再来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一定哦 可能现在的小孩子都不一定知道 那个人还电发 还好姨就是没有放出来 放在她的硅子那边 但这个不是转的 是按号码的 打这个纸 不知道怎么Q的出来 很久没有看到这类型的电话 上次阿比阿是不知道是什么线 我来问一下大家 大家会想要加里阿放这样的电话吗 想 哈哈哈哈哈哈 你现在想你卖的吗 哈哈哈哈 这个好漂亮 多少钱 你不要再说这类型 这个问题 好了我们就放在家里 给阿兴瑞看一下这个电话 哈哈哈哈 不行哦 再来就记得大家看一下 跟着是特别的 我上来 哈哈哈哈 哈哈 看都没看你转什么 是啊 你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 你看到 看到 看到 哈哈哈哈 你好像不知道我买这个 我不知道你买这个 这个是刚才要拍的时候 我才知道的 这个东西 这个是精的 这个我就立刻链链 我还把阿兴一起链链链 之后我就去买了 这个有多重哦 这个精 对 她的金片很漂亮 不是她的 Hello Kitty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讲阿姨的Catecally 已经换了 不像那种玩具玩具 现在一个收藏 因为我收到金了 对了 除了这个 这个也是 它不是普通的盒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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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賣出去還有一定的價值 別的可能都沒有人要 你咬什麼?你沒人再賣啊 不行啊 我想放木工 好啦,我荷包謝謝 所以我就想說 2023年就是很開心買了很多Halo Kitty的東西 幾個多季多彩 Katecory完全不同了 在這麼多樣裡面 你知道我覺得最好的是什麼嗎? Rainer Shield OK,現在我們又再換Katecory了 大家頂著去啊 登登登登登登 這個包包,大哥,其實你會拿出去嗎? 我其實會的,但我怕會很邪惡它 哦,所以你一心是會用的 我是會用的,但我怕會很邪惡它 你不會覺得他們用一樣的螢光看你一樣啊 怎麼會連螢光看你一樣啊? 哈哈哈哈 我就是想你啊 這個包包,我覺得也不錯 很有紀念價值這個包包 首先說一下紀念價值 因為是結婚週年買的 很好吃的,老公 這個包包我覺得它有一些蠻特別的設計的 它是一個麵包機的概念 這個可以拿出來的 這個也可以拿出來的 漂亮的麵包 哈哈 然後這個呢,它都是一個夾層 你可以放卡片啊之類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放零錢帶 這樣吧 然後它還有一些小小的樓液 好像這個裡面呢也是有Hello Kitty的圖案 兩邊都有的 裡面都是的 我出來給大家看 不要把所有人拋開 噢 粉紅色,鞭 azul 還有一個帶子,這個沒拆 所以我就沒有剪了 小細節 可以動一動 後面就感覺像貓爪刃一樣 倒數嗎? 貓爪! 貓爪布丁的倒數 認識的你? 真的是 你說什麼?你買的 它的造型是不錯的 哇 我們有一話一的 對,收拾吧 再來 這隻兩個Helen姐姐送的 不是我之前扮的那隻Helen姐 是真的那個Helen姐姐 應該大家有看過它一兩次吧 在影片上 有吧 幾次大家不懂的話 我都沒有辦法 那時候有給我看一個名牌的袋 大概是這樣的 加累吧? 好像這麼大隻度 十幾千 拜就得了 得到場了你啊 多好 又太出牌了 它是環保袋來的 為什麼會選擇 就是想提提那個名牌 要不要暗翔哈佛 而且好怪 那個環保袋都 不用點開了 純粹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Helen姐姐 再來啊 有Category 不明白 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個可以開來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的 但是感覺上 它都好像薄餅薄餅薄餅 沒有厚度 可能比較適合小孩子 感覺 不能放太重的東西 裡面就是這樣 就是蠻普通的袋 一下子拍了這些顏色 對,但很漂亮 你看 它是不是完全轉了Category 現在全部是Bag 這個收藏間 是不是可以收藏的 這樣子 風扇收藏完了 那就轉Bag 但金那裡 我還沒放到它那裡 因為 你知道 買得太多了 那時候 一年裡面 你買多少HELLO KIDD 你說 真的不可以買太多的嗎 十兩 有時候很多年 你也有版本的 你不買就沒有了 欸 又來了嗎 又是一個Bag了嗎 我都不明白 你到底要買多少個Bag 這個我可以解釋給你 為什麼我買這個Bag 為什麼 它是因為我們去旅行買 對不對 所以那個Lagage的時候 這個就放在手邊那裡 一下就垃圾了 你這樣 一放就垃圾了 其實買來買去 是一個沒有嘴貓的頭 你不想你這樣說 我拿你去 他經常指中指 怎麼是指中指 你怎麼會這樣 你剛剛應該做 好像這樣 這個質量是不錯的 我買你的原因來嗎 什麼 我希望我試試給你 是不是 裡面就是尾色的 這裡有一個袋 等一下 可以拿到背後 身邊的肥皂 我可以說我用嗎 這肥皂 就是那個風扇 我可以說我喜歡買風扇 我還可以吊著邊皮 這個 這裡有勾 來了 怎麼了 這個啊 我真的有帶出去的 你不給我用 你說你有沒有覺得好咩咩 一開始穿那一年 對嘛 都是要配合一下那個場合的嘛 那你覺得這個場合 必須先有什麼 拿油水啊 跳下去 那他就是買買之前的 怎麼拗你的耳朵 他不可以撞的嗎 我試試穿了 裝了什麼 給阿勤用就對了 阿勤 這個應該是給小孩子啦 Give away Give away 大家講 要不要Give away 是要不要留言 我都講了 所以整個 Category真的是換了 玩具已經是沒有什麼 耳朵還是比較瘦的 為什麼耳朵 為什麼不耳朵呢 出去幾隻隻啊 沒有出去很多 我迷上去了 好像你現在這樣 30歲 你都保持著賣Hello Kitty 你的心態是什麼 雖然我朋友說 你30歲了 你做賣Hello Kitty 你不覺得這樣很幼稚嗎 我喜歡 我都習慣 我還不如你現在怎麼說 就好像你喜歡藍得多 你都三十多歲 你好意思喜歡藍得多 為什麼不好意思 所以你又說 為什麼不好意思 我喜歡的嘛 OKOK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每個人有 我幫你講的 你不要緊張 等一下 不要防勸那些人 如果你喜歡你就去追 不要讓人家說兩句 你這麼幼稚 你就不追 這個不是追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你這麼大個人還用Hello Kitty 有人這樣說過 這句話 你知道嗎 有些人會覺得 就不用你Hello Kitty了 現在我們可以再先討論 OKOKOK 聽過的什麼話 你可以講一下 OK 像我自己講一下 那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追求的東西也不一樣 好像人家喜歡名牌 人家喜歡皮卡丘 人家喜歡ree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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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最主要我覺得 真的是自己可以負擔的 啊 不懂得勝負 這樣就OK了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去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樣你才會更有動力的嘛 去賺更多的錢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啊 OK 2024這個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在之前已經很少拍Hello Kitty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就看2024年以下 還有買什麼有趣的Hello Kitty的東西 或者它換了什麼 category 就拍給大家看 等下它下一輪是賣馬桶 怎麼知道 我拍馬桶給大家看 真的不要吧 我不想坐它 其實有一些人 我覺得它的商品也是蠻特別的 比如說我看過一個 你捨得用嗎 I don't understand 還有很多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啊 或者大家想要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買回來試試看 OK 那這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沒面子 喜歡Hello Kitty 應該還吧 我們下個影片見 Bye Bye Give away Give away一隻 一隻 一隻馬兩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tv